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仙迪 7月4日是美國獨立紀念日 全國各地舉辦遊行和放煙花活動 不過,國慶日週末長假期間 涉及槍械的暴力罪案激增 全國發生400多宗槍擊案 導致至少150人死亡 有分析認為,黑槍不斷湧入 是槍械暴力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多個主要城市 在上星期五至週日發生多宗槍擊案 其中紐約州共51人遭槍擊身亡 遠遠多於同期的13宗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 州長科目星期二宣布 紐約州進入槍械暴力緊急狀態 允許州政府動用一切必要資源和手段 打擊槍械暴力危機 有統計顯示 今年上半年,美國有8,100人死於槍擊 平均每日近54人 比過去六年同期平均值多14人 美國有傳媒分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由於經濟衰退、政治對立、大城市犯罪率上升 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惡等 很多美國民眾買槍自保 估計出現至少一千萬名手購族 總統拜登在上月23日提出加強槍械管制 以應對急劇上升的暴力案件 他將暴力案件數字上升 歸咎寬鬆的槍械管制 他誓言對此寧容忍 並公布應對策略 包括打擊無良槍犯和武器走私交易 以及給高犯罪率地區的官員 用救濟法案的資金僱用更多執法人員 究竟拜登政府能否推動槍械管制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 聯邦和州政府都可以對槍支管理 做出自己的規定 而且時常相互製走 各州因為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結構不同 亦在控槍問題上存在差異 例如美國東西海岸經濟發達 政治上多傾向於民主黨立場 對槍械管理問題就較為嚴格 而中部各州經濟相對落後 鄉村地區分布廣泛 政治立場偏保守 槍械管理相對寬鬆 所以無論紐約和新澤西的槍械法律有多嚴格 相反會從其他槍械管制法律寬鬆的州份 透過長途巴士等交通工具 非法運送槍械和彈藥 目前美國國會兩黨暫時未有共識 令槍械管理措施難以執行 雖然拜登宣布收緊槍械管制措施 包括加強管制沒有商業登記編號的幽靈槍 同時暫時禁止具威脅性的人持槍等 不過美國人早已習慣擁槍自衛 在槍支泛濫之下 甚至形成以暴逆暴的心理 想徹底解決槍械暴力問題 可能是天方夜譚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